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 洛亚报道 秦刚在哪 王毅记者会演戏 中共外长王毅在7日的全国人大会议外长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提问 外媒最想问的秦刚事件没问到 专家认为 王毅这次基本上在重谈旧调和提问的官媒配合演戏 并借捧习表中 其保守态度与中共内部持续大清洗有关 王毅记者会被指演戏外媒最想问的问题没问到 3月7日上午举行的以中共外交为主题的记者会 提问者以中共官媒记者为主 王毅在开场时回应官媒 声称2023是中共外交收获之年 又用大量言语吹捧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所谓大国外交成果 以及一带一路等等 王毅前后共回应了21题 涉及中美 中俄 中欧 台湾 南海 非洲 以及中共外交思路等一题 面对现场上百名记者 他摆出一副老练模样 时而用手势强调 在媒体提问时常一手插腰 另一手时而抵着下巴 亲着身子 俨然是中共外交大佬的姿态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 3月7日对大纪元表示 这个记者会虽然搭配少数几个 像彭博社这样的西方媒体 但其他大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包括非洲 埃及 俄罗斯等等 感觉上王毅就是再演一出戏 提问也没有什么挑战性的问题 对王毅来讲基本上是小菜一碟 中央社报道说 这次王毅主持外交记者会 媒体其实最想问的是 秦刚去哪了为什么被免职接下来 中国外交部长的安排是谁 随着记者会结束 王毅要离开现场时 媒体冲上讲台想询问上述问题 但是在各种发问声音此起彼落 与保安人员的阻挡的情况下 上述问题再度留下悬念 去年7月以来 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外长秦刚 被免去外交部长及一系列职务 由已升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事办主任的王毅兼任 到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的秦刚 在去年现身外长记者会时 拿着宪法红本本谈台海议题 作为首秀 令人感到战狼风格明显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 3月7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的记者会 事先都已经做了媒体挑选等种种安排 所以这个记者会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 只是中共用来宣扬自己的场所 真正的政策动向信息并不多 王毅抱怨西方 专家 中共专制独裁与西方价值根本冲突 彭博社在记者会上 问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趋势的问题 王毅在回应中将拜登总统 跟美国政府进行切割 称拜登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 曾重申美国不寻求新冷战等等 同时 王毅又抱怨美国对中共的打压和制裁 丁树范说 王毅这是拿着拜登来打拜登 说你看拜登都有这样答应 可是你们这些人 怎么没有执行拜登的政策 反过来再批拜登没有约束下扁 王毅说 中共常说美国对中共承诺什么 那只是断章取义 但目前的中美外交态势 是美国处于优势地位 中共有求于美国 所以王毅的话 更多是讲给国内听 上演一出戏 而真实的中美外交是私下里谈的 中共可能做了重大让步 针对美国制裁中共 丁树范表示 中共不尊重智慧财产权 强迫技术转让 在西方大肆的并购 在技术上非常敏感的公司 可是 中共又不准西方公司 并购中共的这种技术敏感公司 这是一个不对等的状态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 学系主任郑亲摩 3月7日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黑客试图破坏 美国的基础建设 在区域和平的部分 中共处处破坏现状 有各种挑衅行为 还有芬太尼毒品问题 这些王毅不谈 他只是避重就轻 王毅在记者会上强硬表示反对台独 并说台湾的总统大选 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 又称支持和平统一 郑亲摩表示 台湾这次总统选举 受到国际瞩目 中共认定为 不支持他的政党当选 王毅讲这些话明显心虚 其实中共强调一中原则 但美国或欧洲 有各自的一中政策 已不断在跨越中共的红线 向欧洲议会目前通过联合法案 强调台湾与中国互部隶属 唯有台湾民选政府 可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台湾人民 在中欧问题上 王毅声称 中欧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只要中欧互利合作 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 丁树范认为 中欧关系出现了问题 应该从香港 反送中和新疆集中营开始 欧洲毕竟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有很多的民间团体 对政府施加压力 中共处理新疆问题 欧洲人觉得 这是现代版的纳粹集中营 中共驻法大使卢沙也还说 要把台湾人再教育一下 等于要把台湾变成 另外一个现代版的纳粹集中营 所以很多问题是 中共自己惹出来的 欧洲议会反映着欧洲的民意 所以后来就提出 很多北京领导人 非常不高兴的方案 郑钦博表示 中共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 比如最近中国新能源 对欧洲的倾销 还有在印太地区的扩张 让欧洲人觉得 中共是一个和平的破坏者 他说 中共的专制独裁主义 跟西方的价值格格不入 中共虽然希望外资进来 但是他担心不能管控 不惜推出反间谍法 这跟经济开放背道而行 中共的政权 活在一个矛盾冲突之中 而矛盾冲突 就来自于它根深蒂固的 专制体制和意识形态 专家 中共内斗制外交混乱 外界难以看清 其政策走向 关于这次的记者会 有观察者认为 战狼外交的氛围 不是那么浓厚 郑亲摩说 从整体来看 王毅的发言 显然是保守的 这也显示出 中国经济下行 和内部不稳定 习近平对外的政策 稍微有收敛 但是狼性不减 王赫也表示 王毅的姿态 跟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是一致的 也没有什么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这些词 因为中国经济很糟糕 中共要跟美国缓和关系 但中共有自己的全球野心 要把西方拉下马 现在只是做权益之计 比如 刘建超早前到美国去说 中共不想改变 目前的国际秩序 他在不同的场合 用不同的语言 这个迷魂阵势摆得很大 郑亲摩表示 习近平不断在 党政军中搞清洗 造成中共内部人人自危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当内政不稳定的时候 外交也会出现混乱 比如在前外长 秦刚出事后 王毅显然格外小心 他不断吹嘘中共的外交成果 就是对习近平表忠 这次王毅 在整个外交记者会的报告 以及回答问题里面 都是谨守很基本的调子 不敢有任何的开创 虽然还是想表现出战狼的姿态 但是已经收敛许多 有很多相互矛盾 或自圆其说 或是很心虚苍白 绝大部分都是老调重谈 看得出来 在内部极端不稳的情况下 他们很难有一个完整清楚的 对外政策轮廓 秦刚被免外长植物的原因不明 但一直传设 与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的婚外情 也有消息指 秦刚出世 原因在于 他在外交部内的迅速晋升 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 他与他的前任王毅 产生了血海深仇 近期 中共外交部可能还在被大清洗中 去年11月 中纪委网站发文点名 王毅主管的外交外事系统 落实习的指示不到位 有泄密及被渗透被测反的风险 以及以外谋私 干部失管失控等等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